静坐念佛的时候忽然听到声音 心里受到惊吓 非常害怕 长期下去 是不是容易照顾 怎样才能消除这个魔障 楞严经上是怎教导我们 魔境现行 完全不要去理会 把精神一直集中在佛号上 或者集中在读精神 不要理会它 魔就不能得起病 如果魔来吓你 你就害怕它收到效果 它来吓你 你不怕 它就没有办法了 它就只好走了 看到有效果 它就任命找你麻烦 所以 不必畏惧 我们一心念佛就好 这个魔境自然 就不会不见了 往年 我在美国 旧金山 有一位同修 他遇到这个魔障 那时 这个一般人 都没有办法承受 他这个魔 他现情 不是看不见的 看得见的 样子非常丑陋 气味非常难闻 晚上半夜十二点 他就出现了 越靠越近 他看到这个魔来了 他就大声念阿弥陀佛 佛号一句顶着一句 不间断 那个魔距离他 大概三尺 这么远的距离 大声念 不念他就靠近了 念到天亮了 魔就走了 过年天他又来了 他住的那个房子 鬼屋啊 这个魔告诉他 前世是他的冤签债主 是要来讨命的 他每天念佛 别人劝他搬家 他不搬 他说好事情 不是他 我就不能用功念佛了 他天天来找我 我这个佛号的时候 一句接一句 一点都不敢松懈 他帮我大忙 他不怕他 一句佛号顶住他 这个同修的确是非常勇敢 很值得赞叹 那么听说以后 他出家了 菩提道上 愿亲在主 变现的魔障 是决定不能避免的 最重要的 我们念头要正 心地善良 决定没有 害人 之心 决定没有 恶劣的行为 那么对于 这些魔障 不但能减少 或者在一生当中 再也不会遇到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